那時候是我們一台車去 然後因為南投的那個山路 它很多地方是收不到那個GPS導航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個山路的時候 就一直繞不出來一直繞不出來 也找不到我們要去拍那05塔 一直從下午一直繞路到到傍晚 傍晚的都還找不到 那當我們發現就是我們迷路的時候 其實才發現說附近是應該算是墳墓區 就是會有一區一區的都是那種 毛阿波這樣子 而且蓋的蠻亂的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才正想說 會不會是我們遇到了什麼鬼擋牆啊 什麼什麼這樣 不然我們就停下車來 我們燒個紙錢這樣子 給個過路費 這樣我們應該拍攝順利這樣 結果我們才在燒紙錢的時候 那個紙錢就是 就是像那個龍捲風一樣這樣 現場沒有起風可是卻出現那種 我們才在正覺得說奇怪怎麼今天這麼詭異這樣 這是我們的一個女生的工作人員 他就開始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先前後 像這樣子搖晃 這樣子搖晃 然後大概隔個三秒鐘 以後碰他就倒下去了 哎呦 然後但他之前從來沒有遇過 就是我們也沒有見過他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身體 那他當時也沒感冒什麼的 結果我們就趕快把他那個搖起 他那個時候就意識有點 就是神智不清這樣子 講話也是含糊不清 然後我們就想說 讓他維持清醒這樣子 結果他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你聽得出來他是想要跟我們溝通的 就是他是有在講話的 可是他講的那些話是你聽不懂的 就是有一些知智片語 然後有一些好像是呢喃的 或者是一些 在講一些像是經文裡面的一些詞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他在講話 可是你卻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還想說 會不會是就是發生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還是重結什麼 我們趕快把他就是 就是兩個人把他拉到車子上面去 然後先給他灌水喝 讓他那個狀況比較好一點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趕快就是 沿著那個原路就下山下山下 到山下以後到急診室去 結果急診室醫生說 他這個身體身體狀況是 血壓什麼的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當時也只給他吃了一個 像是抗抗就是鎮靜的抗躁育還是什麼的這樣 結果醒來以後 他就是他睡了一覺醒來以後 我們問他說 到底你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不曉得 他當時只覺得說 就是他因為他是負責幫我們燒那個紙錢的 他那燒那個紙錢的時候 覺得在那個火焰的背後 突然出現了就是好像是一對 老太太跟老先生的那種臉型還是什麼的 就站在那個墳墓的前面這樣盯著他看 他一看到以後他瞬間就是嚇到 暈倒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發生什麼事他也不曉得 那他為什麼會講出那些話 就是到底是什麼狀況 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 我們就覺得很玄這樣 不然在燒金座的時候常常都會看到那個飄圈 對 張老師那個是像龍捲風這樣那個金子 沒有那個算是其中一個小現象 很多人去拜音廟有幾個狀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他在拜那個音廟的時候 外面的葉子會突然又輕鬆飄進來 也有人說點那個音廟的時候 那個蠟燭有沒有怎麼點都會 都會風不起來 甚至於進去拜音廟的時候 有人發生過 那個門會突然砰關起來的 包括紙錢會冒出熊熊的清光 都屬於可能是有一些好兄弟在附近 這都屬於現象的統計 所以大家還是要三思小心一點這樣子